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弃腹小安的早晨 由于西湖湾是一座山城 它地是比较高 所以早上的时候有点凉 但是还是很舒适 而且看看背后一片蓝 哇 这颜色真的是太迷人了 这就是我们昨天下榻的饭店 那这饭店呢 当然它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规模很大 重点是它位在半山腰 是看这座迷人山城最棒的地点 好了 我们进房间先看一看 这是我房间的专属小阳台 这间就是我的房间 而且这个房间我非常喜欢 看看这个墙壁 一边是白色 一边是淡蓝色 很符合这迷人山城的 这种的一个色调 那另外呢 看到这个灯具 还有这个碧灯 它都是摩洛哥风格的 很漂亮 再上天花板呢 是用木头做成的 而且呢 让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我昨天躺在那边看着墙壁 就发觉这墙壁啊 它是用石头 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堆砌而成的 非常好看哦 接下来呢 来看看客厅 其实我们昨天呢 住的这个房型呢 算是家庭式的这种房型 所以你看到呢 这同样一间里面有客厅 然后有三间房间 那我们看看这个客厅啊 哇 这旁边呢 有很多啊 以这个蓝色为基底的 好 一些设计在里头 比如说墙壁 比如说沙发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窗帘都是 以及这画 也是以这蓝色为基调 那同样呢 来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饭店啊 很特别的就是啊 它在很多细部的部分 都会有一些设计的巧思 看来这桌子呢 你看这个是用木头做成的 上面一片玻璃 但是呢 玻璃底下 它用很多石头排列组合 而且这图形呢 每个都排得不大一样 那另外看看呢 这个钥匙 哇 做得很可爱吧 那其实这个形状呢 就是法蒂玛的手 来到摩洛哥 你会看到呢 卖了很多续品啊 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样的元素来设计的 那至于法蒂玛的手呢 相传是来自于埃及 很可爱 用木头刻成的 再来看看呢 这后头呢 还有一个大大的壁录 这壁录啊 也很有设计感哦 很好玩 虽然现在呢 不是冬天 所以用不到 但是你看到的就是啊 它这边摆放了一整排的瓶子 重点是瓶子都是到的 所以在视觉上呢 你就觉得挺有设计感的 那同样的呢 就是啊 它的这个火炉的边边 还有一些 马赛克砖的设计在里头 哇 真的是很棒 那看看呢 这旁边有个门 特别气派 知道这是写的房间吗 小灰 外面开门吗 可以啊 嗨 嗨 这是小灰的房间 那其实这房型呢 跟我那房型差不多 而且开门的瞬间 仿佛这是两个世界 外面呢 冷嗖嗖的 里面放暖气是不是 对我开暖气 暖红红的 很舒服 对 喜欢你的房间吗 很喜欢 住得舒服吗 因为主要这个气氛的感觉 让我超喜欢的 真的 很想要再多住几天 对啊 不要翻走好了 好吧 你留在这边好了 好了 那现在呢 是早餐时间嘛 那我们待会吃早餐的过程当中 也跟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这个民宿 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以及吃完早餐之后 就是我非常期待的部分 我们要开始逛一逛 这迷人的山城 好 时间不早 准备一下 我们就出发 走出房门 迎接我们的是一大片花园 鸟语花香 加上粉蓝的山景 让我们对神秘的蓝城 有多了几分幻想 用餐的地方很舒适 完全符合灯光美气氛家 这个老掉牙 但却十分贴切的形容方式 因为是淡季 餐厅里没有其他的客人 也让我们有了包场的感觉 南城 我们来了 其实当我们来到摩洛哥呢 也看到了很多当地人 他们的一种传统服饰 其实各地不一样的部族 不一样的民族 他们传统服饰都不太一样 但是一样的 同样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用色 非常地大胆 没错 或许是表达他们心中的热情 并且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现在看到小灰 现在已经开始装扮了 装扮了当地 就是欺负萧安这边的传统服饰 对 好 我觉得颜色蛮适合你的 真的假的 对 就是一个 对 我们可以看到小灰 真的有点点的肚子 我们要 因为它里面是穿的衣服 比较膨一点 戴上帽子 这是我的 这个是给男生的 OK 男生一块 一块很像麻布袋的东西 就很像被人家盖了麻布袋的感觉 好 我先赶快赶紧把它穿起来 在福建惠安 我打扮成寻补女的样子 在墨西哥 我化身成玛雅人的后裔 在马拉克时 我套上薄薄人的黑色斗篷大衣 在撒哈拉沙漠 我穿上贝都英人的传统服装 每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入境随俗地换上当地的服饰 而我也都能用自己的方法 将每一种不同的装扮 诠释出自己的风格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喜欢的是 温柔的我 粗矿的我 典雅的我 可爱的我 还是花花绿绿的我 我们两个换上了传统服装 我们两个换上了传统服装 看起来我觉得男生跟女生 只有帽子是比较相近一点的 其他完全不一样 其他风格是完全不一样 先看看小慧身上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抢眼 看它的裙子就有白色绿色 跟红色还有红色 都是一些比较鲜明的颜色 对 而且这边都还有一些小刺绣 做工非常的精细 旁边还有一些流速 当然这个颜色跟你的帽子是蛮搭的 另外看到你的领镜 同样有白 有黄 有绿还有红 这个黄色占的是比较多数的一个部分 并且你看到旁边还有流速 你看起来整个人就很飘逸 飘逸型的 色彩缤纷 现在换我来介绍可以 这个是男生的传统服饰 那他就穿得很像一个麻布袋的东西 对 然后 不过它的材质是比较硬挺的 是的 然后颜色也非常的简单 对 真的不会比较简单 对 因为男生可能要工作嘛 工作呢 当然这衣服比较耐磨一点 那你刚刚说的 它的材质比较硬挺 穿起来就会比较粗 对 比较壮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流速 感觉是蛮可爱的 就是粗矿中不失可爱 对 然后加上你的帽子 对 跟女生的帽子是一样的 粗矿中不需可爱 还是赶紧把衣服还给婆婆 我们要开始逛山城咯 刚走进山城就看到一个 拥有无敌视野的露天洗衣场 边洗衣服可以变化家常 而且一抬头就能看到山坡上的蓝色世界 我想台湾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主妇们 应该很羡慕这样的洗衣环境吧 这蓝色的三层叫做欺负肖安 欺负在过去这伯伯语就是看的意思 而肖安代表就是脚 为什么叫做这个脚呢 因为在欺负肖安这三层的背后 有着山这形状就很像这山羊的脚 至于观众朋友透过画面 或许也跟我一样纳闷 为什么这个山城要把它漆成蓝色的 最主要过去在十五世纪的时候 为了防御公事 他们当时是为了防止着葡萄人 来攻打这边 所以建了这样一座山城 后来在一九三零年的时候 有一群来自安大陆西亚的犹太人 他们到这边 并且在山里定居 由于犹太人他们喜欢蓝色 因为蓝色代表了天空 代表了海洋 代表了大自然 所以他们把这山城就漆成一片蓝 所以我们来到这边 视觉效果真的是非常漂亮 一方面你看得到白色 看得到蓝色 看得到这土夯的颜色 加上这里的背景是有两座山 呈现的是绿色 所以迷人的不得了 这回来到这边 我们要带领观众朋友 看到不一样的欺负肖安 因为相信观众朋友 透过很多的照片 看到欺负肖安 都是在阳光底下的 但是看看可以我的头发 已经踏得不像话 为什么呢 因为杀起了雨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大家 看看雨天下的欺负肖安 不仅视觉上 看起来是蓝色的 连着心里头也带点蓝 蓝是天空的颜色 蓝是大海的颜色 蓝也是忧郁的甜色 尤其是少了阳光照射的蓝 顶着小雨走在蓝城中 情绪果然会被环境所影响 还好在一大片蓝中 有个小桃红 这位来到这里 当然碰到了雨天 也不能说扫兴 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样貌 不过走没几步路 就发觉这雨又停了 虽然天空是阴阴的 但至少是没有下雨 我们两个坐在这边 看看我们这背景挺漂亮的 当然不时前面有很多 很可爱当地的小朋友 穿梭在这个老城里面 我觉得特别有感觉 来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 似曾相似 你说九份吗 是 九份嘛 对不对 当然九份没有将这个蓝 它的蓝是属于那片大海 站在高处可以看到海 感觉都很棒 我之前也说过 这景点跟肢检之间 是没有所谓的比较急 都很棒 不过 西不肖安确实是一个 很有特色的地方 对 没错 它的特色在于它的蓝 它的蓝蓝得非常有间层 你可以看到深蓝 你看到非常鲜艳的蓝 甚至还有淡淡的粉蓝色 那整个这个蓝真的是 非常的迷人了 对 然后我觉得它的门跟窗户 特别有这个特色 没错 因为我刚刚看你好像 就拿了相机去拍门 没错 我拍了很多门 它每一扇门的设计都很不一样 是 非常不一样 那有特别含义呢 还是纯粹屋主人 他自己个人的喜好 应该是屋主人自己的喜好吧 嗯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走走逛逛了 OK 好啊 但我告诉你哦 好 告诉什么 这里超适合拍一种照片 什么样的照片 文青照 好 那留你在那边拍啊 不要 我教你摆姿势 你要摆什么姿势 就是啊 文青照它都会就是 在远远的地方 所以你站远远的地方 立正 立正 这哪门的文青照啊 真的 真的啦 现在很流行这种照片 虽然现在很流行 虽然现在很流行 但我还是觉得 举手比地震要来得好 就是这个味道 我刚刚远远呢 就在这厢筒间呢 闻到一股熟悉的面包香 而且呢 我跟你说啊 我刚刚看到里面呢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看到一位老师傅 他正在制作这个面包 那其实这个面包这几天呢 我们一直都有看到 几乎餐餐都会吃到 那我们把它拿起来 哇 热的耶 天呐 第一次吃到是热的 刚出炉的 哇 真的是好吃很多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炉子呢 应该是啊 有年代 尤其我刚刚远远看到 这间房子上面的这个烟囱啊 都熏到 黑到不行了 代表这户人家在这边呢 做面包应该已经做了 很久很久的时间 相信呢 这也是一个人情名店 看到这样的画面 相信观众朋友 不能感受到 这刚出炉面包的威力 那就是拿着鱼衫也要吃 吃完面包后 我的生命中 又多了一个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在国外帮大学生 填写问卷 很多朋友喜欢用上帝打翻了调色盘 来形容一个程序的 缤纷多彩 走在蓝城里 左看右看都是蓝 除了蓝 还是蓝 我想用上帝不小心 踢翻了一大桶蓝漆 来形容西部小安 似乎也蛮恰当的 过了一个湾 看到了一家人气很旺 而且装修的很有特色的餐厅 于是我们很自然地走了进去 又到了用中餐的时间 其实时间已经过了一点点 现在下午大概一点多的时候了 好 原来我们刚刚其实在路上有吃了这个面包 好 大家其实不饿 只有差不多感觉上比较饿 好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这间餐厅 反正想说 由于到底要不要上去吃 但是一看发掘这个餐厅 它的装潢非常有特色 重点是 它楼上的景观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整个山城的面貌 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我们当然坐下来 意思意思点了一些东西 小黑,你刚刚帮我们点了什么 我点了个酷子酷子 然后还有一盘烤肉 好棒 因为大家不是很饿 所以就饿去 对,大家就分着吃嘛,对不对 其实这趟来到摩洛哥 当然天气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但是我们也欣赏到雨天的美 重点是刚刚跟当地人 稍微聊了一下天 当地人告诉我们 然后说 其实你们这个时候来正好 为什么正好呢? 他说如果你是夏季来的话 那,第一个 这个时候是旅游旺季 所以呢,饭店、餐厅 这价钱翻倍涨 加上如果你在逛这个山城 观光人潮比较多 逛不出那种悠闲 闲境的感觉 反倒是这街道上集满人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是最佳的时刻 那仔细想一想 其实我发觉 如果在淡季来旅游 也是一件挺享受的事情 对,好 那我们那个东西呢 不要把它放到凉了 我们就开始吃 那吃一吃呢 我们待会儿还有行程要赶 好,OK 来,吃饭了 吃饭了 吃完午餐 我们再度马不停蹄地上路 准备前往另外一个美丽的程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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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赏干净的街道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哇,这个感觉呢 就是舒服 其实来到北非摩洛哥呢 我真的是很享受 每一天的早晨 观众朋友透过画面 或许看到这一旁呢 都是一些白色的建筑 不要误会了 我们现在不是在卡塞布兰卡 而是来到了摩洛哥的首都 拉巴特 来到这个拉巴特的心情呢 是有那么一点点复杂 其实呢 也不算复杂 应该说是矛盾 怎么样的矛盾法呢 其实我们这一趟呢 已经绕了摩洛哥是一大圈 这感觉是很兴奋的 因为你见识到整个北非摩洛哥 各地的精彩 但是呢 也因为我们距离卡塞布兰卡 也就是我们的终点站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行程呢 即将接近尾声 接着呢 就是要带观众朋友 好好的来感受 这座大城市的这个氛围 并且了解它过去的历史 以及它的文化 走吧 出发 拉巴特 摩洛哥的首都 濒临大西洋 最初建于公园十二续基 也许是自独立以来 摩洛哥几位国王的领寝 王公和重要政府机关 都聚集在这里 所以比起其他城市 拉巴特的街道 显得特别宽敞 也比较干净 在我眼前的呢 就是乌达亚城堡 那说到这个乌达亚城堡 我们先说说它的地理位置好了 它的地理位置呢 很特别 它位在拉巴特的最北端 那同时呢 它是海回的交汇处 它也是拉巴特的门户 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这个城堡呢 建于十二世纪 最早这个名字呢 是以勝利这两个字来命名 但是观众朋友或许很纳闷 它为什么现在叫乌达亚 那最主要就是阿拉伟王朝 第二站的苏丹 当时引进了撒哈拉的一个部族 就是乌达亚部族 进到这城堡里面 建立了一批防卫军 所以后来他索性就把这城堡 改名为乌达亚城堡 城堡呢 是建于十二世纪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城堡里面的这些房子呢 它们历经了一场大地震 后来呢 又重新的修建 其实这城堡呢 真的是非常美 因为这里面的房子 是蓝白相建 那最早其实这房子 当然不是蓝白色的 是因为有一群来自 安塔鲁西亚这些移民 他们到了这边 看看这房子的这颜色 不胜满意 所以决定西城他们 最喜爱的颜色 也就是蓝白色 所以在这个大西洋畔 这样看过去 就是感觉很有地中海的情调 非常的漂亮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到老城区里面 好好去感受一下 并且最主要 我们还要带观众朋友到这个城堡的另外一面 去好好的欣赏大西洋 走 咱们进城了 乌达亚城堡 城墙外气势非凡 城墙内则是一片祥和 树丛和花园覆盖整个园区 走在花园里转角遇到猫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猫在伊斯兰的文化中 是一种相当有地位的动物 我承认 我是爱猫一族 我自己也养了两只猫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我只要看到猫 就忍不住 凑过脸去跟它喵喵几句 对了 我真的是蛮喜欢猫的 而且其实我过去常在想 在某些国家 特别常看到猫 上月之前去了土耳其 去了中亚 去了伊朗 甚至这回来到佛洛哥 到处都看得到猫 当然整个过程是挺过瘾的 不过我在想 为什么在这伊斯兰的世界里头 这猫特别的多 传说当年穆罕默德他也很爱猫 甚至有一回有一只猫 睡在他的袍子的袖子上 他要起身干脆就把袍子的袖子 给解断 另外还有就是相传有一位 苏菲派的一个神学家 据说他就是从这猫 守候着老鼠 聚精会神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领悟出这个冥思的要领 好 说了半天 其实呢 穆斯林真的是很爱猫 包括呢 他们还有这个严格的规定说 不可以虐待以及杀猫 猫在穆斯林的眼中呢 象征的就是纯洁 猫吃过的食物就是被列为 合格的清真食品 而且猫喝过的水 他也是允许用来呢 在祈祷前的一个敬礼 所以呢 他在这个伊斯兰世界里的地位啊 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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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旅行出发之前呢 习惯性 第一件事我们一定会做功课 多看一看的相关的处籍 这趟来到摩洛哥呢 当然我们也看了一些 有关于摩洛哥的一些著作 那我发觉有很多作者 很多笔者 他们在形容摩洛哥的时候 会用不一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 有人说它是魔幻的 有人说它是浪漫的 也有人说它是浩瀚的 有人说它是华丽的 在我看来摩洛哥 它是多元 而且它是迷人多彩的 那这个很像什么 很像是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 它外头呢 包覆着一层泡沫 而这泡沫是幻彩的 它的色泽呢 是来自于很多光线的折射 而这光线就是 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 你要怎么样去真正看清楚 这个城市或这个国家 唯有你心灵现场 试着呢 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世界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择在这边拍一个夕阳 就代表呢 是希望以一个完美的夕阳 来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那其实呢 这季走来我觉得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为什么呢 先说说第一趟 六十六澳公路之旅好了 这是我非常热爱的一段旅行 希望带一个观众朋友 全新的感受 全新不一样的旅行 接着我们到湖北呢 去登上大名鼎鼎黄鹿楼 接着呢 我们又到这个德州 去了休士顿 紐澳梁 以及圣安东尼澳 这些几具特色的一些 美国的程序 再来就是现在 来到了北非摩洛哥 所有旅程都非常精彩 也让我学习到很多 或许呢 我们还不够好 但是因为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成长 这是我们对新早节目 唯一的坚持 接下来呢 先透露一下 我们下一趟会前往的地方 我们即将前往以色列 并且要前进巴勒斯坦 跟着我们一起期待吧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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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